维他命C又叫做维生素C 它对我们人体健康益似多多 其有一个抗滑血酸、缓解疲劳 增强免疫力 促进血脂下降以及抗过敏这些作用 维他命C还有一个高效的抗氧化剂 它是帮我们清除体内游离的自由基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 而且它又有促进胶炎蛋白的合成 大家好我是蔡医生 这期的影片我们就来讲讲维他命C 维他命C的分子结构和葡萄糖好似 它是属于一种多抗基化合物 它本身是无色无味的片状的晶体 它容易容易水 在有机溶剂中就不溶解 因为它的分子里面大二位和大三位 两个双鱼的稀顺型的抗基 是很容易解离而且释放这个氢离子 所以它有酸性的特征 所以又叫做抗怀血酸 在人体内 维他命C它参与很多重要的生化合成过程 比如帮助维持免疫功能 参与血清素合成 保护血管的完整性 以及促进非血红素铁的吸收等等 同时它还有一种高效的抗氧化剂 它会帮我们降低氧化应激反应 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就是因为这些特性 很多人都会选择补充维他命C 希望借此达到一个增强健康的效果 市面上维他命C的产品有很多 价格差距其实很大 有些是几元鸡 有些是几百元一瓶的维他命C 有些叫做天然的维他命C 又叫效果会更加好 天然的维他命C 和我们人工合成的维他命C 是否真的存在这么大的差别呢 首先从我们人体补充营养的角度 和单纯维他命C本身来说 天然的维他命C 和人工合成维他命C 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首先在结构上 两个化学结构是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是泥然的方式不同 天然的维他命C 是来以我们食物摄取的 人工合成的维他命C 就是通过化学或化酵的方法来制取的 但它的成分是完全一样的 很多人担心 人工合成的维他命C 会涉及这个化学试剂 就算从植物中提取这个维他命C 都同样需要用到化学试剂 而且维他命C本身有一种化学物质 我们人体同样都是由各种化学物质组成的 水、氧气、二氧化碳都是化学物质 换句话来说 大家没必要对化学物质这几个字过度恐慌 其次在作用上 天然的维他命C 和人工合成的维他命C 是完全一样的 有研究 已经通过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 对比两个之间的功效 结果发现它们在营养作用上 没有显示差异 不过不同的维他命C的产品 它又不是完全没有区别 由于维他命C它有很强的还原性 它是容易被氧化成 脱轻的维他命C 两个的心理功能是一致的 但是这个过程是可厉的 如果是进一步被氧化 它就会失活 丧失功能 所以如何提升维他命C的稳定性 就成为围住功效的关键 在这方面 指质体维他命C的应用 就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方案 指质体是一种 由伦脂桑层 组成一个微小的浪泡 它的结构好像细胞膜 它又可以将维他命C 包在里面 它不单止可以保护它的活性 还可以实现它缓慢的释货 同时在体内又可以自然的降解 它又没有免疫现性 更重要的是 指质体形式还可以提高它的屈收率 几乎是普通的维他命C的两倍 在高剂量当中 它就不容易引起一些躲肚 或者是肠胃不舒服 其实指质体技术 确实已经是 广泛应用在临床的药物当中 例如抗肿瘤药 抗增滚液 或者疫苗中 都已经用到指质体技术 来提高药物的稳定性 和生物利用度 指质体的制备工艺都比较复杂 它的生产成本高 所以指质体维他命C的格格差距 大的原因就是指质体技术本身 而不是维他命C的成分本身 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但是指质体维他命C的格格 一般来说 比普通的维他命C高出十倍 甚至上百倍 所以在日常的保健当中 选择哪种形式的维他命C 更加取见你个人的需求 和经济状况 或者习惯 个人建议 一般情况下 大家选择大牌子的 长规的维他命C 就已经足够了 有点朋友问自己 回来说 那维他命C是否可预防感冒呢 上世纪70年代 诺贝尔莫长者 法学家 莱纳斯·鲍林 出版了一个叫做 维他命C 和一般性感冒的这本书 诗中指出 维他命C 可以促进免疫蛋白的合成 提高C基体的功能酶活性 和增加淋巴细胞素量 而且又可以增强中性粒细胞的 一个汤细的能力 所以维他命C可以 以防感冒的观点一度是广位流传 然而1975年 托马斯·查尔密斯 就对维他命C在感冒中的潜在作用 他进行了分析 结果显示 维他命C在治疗感冒方面 没有明显的一个疗效 然后有人指出 这个研究使用过维他命C的剂量 是过于低的 只有0.02级和0.05克一一 所以这可能是未观察到 阳性效果的重要原因 之后的部分研究都指出 维他命C在治疗感冒中 具有一定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 2018年发表一项META分析 它回总了45项研究 最终得出来的结论就是 维他命C不可以预防感冒 所以医学界的证据层面来说 至今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 维他命C可以预防或治疗感冒 即使维他命C不可以预防普通感冒 更加就不可以预防流感了 同时大量的维他命C 可能会带来一些副作用 包括腹痛、皮疹或痛风 甚至可能增加血传的形成 避免系统结石或神臟损卖的风险 在一般情况下 大多数人可以通过日常饮食 便损取足够的维他命C 它无需额外补充维他命C制製 既然维他命C和流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所以以防流感 要选择这么有用的措施才行 不过莱纳斯·鲍林70年代 还出版了一本书 叫做维他命C和癌症 提到大量的维他命C 对癌症有一个辅助作用的观点 结合现代医学研究 当前医学界的共识是 心里剂量的维他命C 对肿流没有显示抑制作用 甚至有可能会导致它的生长 但是通过静物注射的大剂量维他命C 已经被证实具有一定的抗肿流作用 接下来有些朋友问 自己身 有什么食物含有维他命C丰富的呢 田椒也叫做柿子椒或是灯笼椒 它的果实、口实、香甜可口 很多时候大家将常见的绿色的田椒 叫做青椒 将红色、黄色、橙色的田椒 又叫做彩椒 常见蔬菜里面 田椒维他命C的剂量是明列前茅的 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的数据 青椒维他命C的含有高达130毫克、100克 几乎是柠檬的6倍、橙的4倍 同时也是我们番茄的10倍 有意味着我们只需要吃一个中等大小的青椒 就可以满足整天一日的维他命C的需求 维他命C的推荐量是每日100毫克 我们吃甜椒补充维他命C 都不需要担心生肥 因为彩椒的热量是100克30千卡 青椒的热量就更加低了 只是100克18千卡 比达白菜更低 彩椒的血糖生成指数只有15 是低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 碳水化合物也很低 一般在7%以下 即便是有血糖控制的需求的人群 都可以放心享用 我们选择甜椒的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5点了 选择色责鲜良的 没有暗斑的 或者有皱缩的一个甜椒 新鲜的甜椒的底部是绿色 而且看来很新鲜 没有钢醋或者是变壳色 饱满、紧实 这起来有弹性就更加新鲜 新鲜的甜椒有清香味 如果有发酵味就说明是不新鲜 同样大小的甜椒 较为重的一般水分更加充足 新鲜 另外烹饪的方式 也会直接影响甜椒的营养价值 洗干净直至生食或者撕开过来凉拌 我们可以最大程度保留甜椒的维他命C 如果我们不喜欢吃甜椒的味道 我们大火快炒也可以 因为加热的时间短 营养损失都比较少 加入油脂烹饪 就可以比较好地促进 体内的一个 胡萝卜素的吸收和利用 但是不建议长时间高温的炖煮 否则会导致维他命C大量流失 一般认为9摄氏度至12摄氏度 储存甜椒的效果最好 所以买回来的甜椒 大家不要急着放冰箱 可以放在室外比较凉爽 而且通风的地方来保存 早点吃完 多谢大家